231 太陽報 墮閉小學女生增租欺凌 2015年7月15日講文 A14 麗芝國中華基督教會基珍小學一名十歲小五女生羅卓奇 在前年12月9日早上於校內高處墮下不治,死因停作展開言訊 死者父母公稱死者文靜乖巧,指示成績交差,在校內無麽屬朋友 事發前過多月增在校班內遭三名同學欺凌 但其中一名被指欺凌的女同學則指,事發時已與死者和好 男班主任公稱,當日上堂點名已發現死者不在,但沒有心救 直至諾堂才德式他已墮流,死者父羅德輝及母林偉堅 分別任貨櫃車司機及民員,兩人欲有兩名女兒 羅卓奇是長女,需教沉默但痛愛妹妹 母親指死者升小以後成績轉差,至少五更要入讀只有九人的特別班 經常因忘記教功課而被罰無小釋放,甚至被記缺點 令死者感不開心,他爭多次表示同班同學教還皮及吵吵 令他想讀書但讀不到,前年十一月,母親發現死者為失水壺 因而揭發他搭跑巴士租三名同學倒細書包 而 父親為此向校北保母及老師查問 最後校方安排攝氏三同學寫道歉信,死者之後再無投訴 亦從未透露有興生念頭,事發早上上學前如常吃早餐 更表示放學,要去吃雪糕,起了一去不反 同學稱以和好與死者同踏跑巴多年的張姓女同學公稱 當日早上爭拍死者肩頭打招呼,但他只獨坐前座望窗無反應 張在庭上被死者沒有踢爆是其中一名寫道歉信的同學後 才承認有份整死者,但強調之後二人和好 而與死者同班的父姓男同學,亦公稱我 胡 根本無人欺凌過他,關於校巴欺凌事件 校巴保母鄧美平及班主任譚志強軍公稱不清楚詳情 鄧子死者好靜好乖,亦未聽過他投訴被欺凌 譚則表示欺凌事件由訓導主任處理 加上他是新人不便多問,當日點名時貨室內有死者書包 人卻不在,致下課才透過其他同事得識死者墮樓 死因言訓主任則而譚當時為何無策探死者不上課 你吾見團目區,譚解釋因要看著班房內其他學生 我吾見他7編號C.C.D.I.10723